含羞草真的会害羞啊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别摸了别摸了 我不是害羞 不害羞那你干嘛收缩起来啊 因为怕羊 都不是 我既不是害羞也不是怕羊 这是因为我具有一种特殊的生理防御机制 我叶片中的金布 有一个小小的棕子古包 这叫叶枕 里面储藏着水分 这里的水分就是支撑叶片张开的根本 但是当我的叶片受到刺激时 叶枕里的水分就会马上回流到叶轴上 叶片失去支撑功能就收缩起来了 那要是我一直碰你 你岂不是要累死啊 我会不会累死不知道 但你肯定会偷偷 你做什么 一直刺激我 我就会释放一种含羞草检的成分 这会让你的头发掉落 那我养你是一点又没有啊 有一点 哪天你碰到我时 我收缩速度变慢 证明天气就即将下雨了 你还能预报天气 你可以试试 厨房里有毛毛虫啊 虫子在哪呢 袋子里不全是吗 哪里的毛毛虫还会用袋子装好啊 这是我专程买回来准备炒腊肉吃的核桃花 我吃过核桃仁 喝过核桃奶 还是第一次听说核桃花也能吃呢 不仅能吃 味道还很不错哦 反正你来都来了 就帮我一起摘了菜再走吧 行吧 你在干什么 核桃花就是吃花梗的 这样啊 我第一次见嘛 你又不早说 你刚才说这是买回来炒腊肉吃的 我怎么没看到腊肉 别着急 今天只是先把它们放进开水里煮一下 煮过以后还不能吃吗 这些花梗煮过以后还要浸泡五六天 而且每天都要换水 最后才能拿出来炒着吃 或者和香醉一起凉拌 那你到时候做好了 记得叫上我来吃啊 剩个B半饿死了 幸好还有剩菜 隔夜菜不能吃啊 我吃几十年了 咋不能吃啊 隔夜菜产生的亚硝酸盐 会跟人体内的暗内物质结合 产生亚硝暗 长期摄入 会增加致癌风险啊 啥癌 我看你想癌拳头 会有胃癌 吃惯癌的风险啊 我都放冰箱保鲜着 干净的呢 隔夜菜容易受到外来细菌感染 放冰箱里也会有耐冷细菌 吃了可能会细菌性食物中毒 之前新闻报道 有位母亲吃了隔夜菜 不致身亡啊 隔完没完 隔夜菜也不能吃 烧烤不能吃 隔夜菜也不能吃 我这还有啥意思啊 吃剩菜最好不要超过八小时 宁剩荤菜不剩素菜 因为素菜会产生更多的亚硝酸盐 加热时间要充足 这样才吃得健康啊 嘿 下次再说 先吃为主 法国鹅肝是怎么养成的 在我这里包吃包住零食馆购 天上真的掉馅饼了 三个月了 来 喂食铁馆 喂你吃点好的 来 多吃点 慢点 真的吃不下了 这就不行了 继续给我吃 快吃吧 帮你吃喝拉撒住 你还不满足 把你们都关在铁栅栏里 等你们的颈部肌肉越来越发达 就能吃更多饲料 长成大胖鹅了 哎呀我这跟社畜有啥区别 我本来就是畜生啊 但你的鹅肝会是普通鹅肝的十倍大呀 但我的嘴巴十道位不通亏烂了 人类和动物的悲欢也并不相通啊 我咋又黑又丑还长毛 也不知道给我洗洗 有开水我自己洗洗吧 别浪费水资源 洗不干净的 你个猪队友 洗菜板是要讲究策略的 哎呦别吹牛了 等着瞧不 第一步消开水 第二步扎烟搓一搓 第三步放下苏打再搓一搓 第四步放白苏刷一刷 最后再用开水冲一遍 您瞧瞧 这不和新的一样吗 步骤这么多头都晕了 而且霉菌侵入到菜板里面 很难洗干净 还不如换换乌菌菜板 这么快就有新欢了 它能比我好 无菌菜板是硅胶包边不打滑 一面是食品级皮皮材质 一面是不锈钢材质 一面切肉 一面切水果蔬菜 方便好清洗 堪称优秀 当然比你好 换就换 看你的新鲜技 那有多久 菜板最好半年换一次 而且要生熟分开 这样食用起来 才更放心 可不能辜负这好阳光啊 不一定要仗成菜园里 最大的漂亮的花菜 干嘛呢 当真我散发魅力了 知道吗 你可要点脸吧 太阳这么毒 不给你做点防晒 会影响你颜值的 笑话 哥们真是励志 才不需要那些虚头八脑的 走开 别耽误我享受一光玉 行 到时候变成仗八怪 可别怪我头上 老哥 他不做防晒 我做 快用叶子把我遮起来吧 纯千然对于咱们蔬菜 才是最好的 你使这些手段 到时候传出去 谁还敢要你 我就遮个太阳 搞个物理隔离而已 你可闭嘴吧你 大乌鱼事件 我怎么变这么黄了 让你不做防晒 现在脉象这么差 才是真的没人要咯 说你呢 女龙服脱下来给我 我又不傻 降霜了给你 我不得冻坏了 拿来吧你 哪来那么多 我又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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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这白菜变成双大菜了 吃起来肯定又香又甜 甜啥甜 甜啥甜 你这人咋背里眼镜 看不出他他要被冻坏了 哪里比得上 懂得包养的活 你懂个屁 你们白菜为了地狱寒冷 自身的淀粉 会在电脑里的作用下转换了 可不信他 吃起来当然挺了 动一动 我竟然变成甜味了 哎呀 这下弄巧成果了呀 兄弟 你不是天天嚷着 要中山药补身体吗 快拿头来给我盖上吧 你咋知道我的秘密 不过我得先给你盖层彩条布 真是多余 没事我要那玩呀干啥呀 不是啊 以前中午 你都拼命的往地里钻 我还得拼命把你挖起来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别提有多累了 有了这层布 你就可以横着掌 横着掌也行 摸摸唧唧的 该涂吧 这么着急投胎呢 我还得给你铺玉米结杆 再盖上一层土 然后再铺一层草木灰 你才可以躺进去 这下我终于可以躺平了 这下我就等着收山药咯 哎呀呀 菜布条上猪山药 收起来太方便了 来年还这样猪 我的宝贝玫瑰 终于有大胖画过盹了 可得给你好好上上肥 这下我就能收获一堆玫瑰花了 大哥 你这肥味不对啊 吃着像是蛋肥 我更喜欢吃灵肥啊 蛋肥 灵肥不都是肥吗 你别挑食 好好吸收 安心开花吧 哎 这不是我最喜欢的蛋肥吗 就你小子 也可以抢我的肥料 这是主人让我开花 特地给我加的营养 你别抢啊 看你能的 没听说过蛋掌叶子 零开花 你吃个零的 拿什么跟我争蛋肥 能来吧你 哎呀 舒服了 我好饿啊 完了 我的玫瑰怎么掉花苞了 专家 快来看看啊 玫瑰的花苞 七家蛋肥 会让它从长花朵的生殖生长 起早转回了长叶的营养生长 养分都用来长新芽了 花苞没营养 自然就全枯萎脱落了 唯不当初啊 要是加灵肥就好了 可惜了 我的花 哎呀 这糖心蛋煎得刚刚好 开吃 不能吃啊 啊 这么好的蛋 为啥不能吃啊 因为我可能有沙门氏菌 吃了我 你可能会上吐下歇 叛徒 救你狗蜜 救你狗蜜 可恶 你到底从哪里来的 哼 我知道 有可能是母鸡妈妈卵巢感染了沙门氏菌 生我时我也被感染了 还有环境中 比如鸡屎里 也有它 鸡蛋碰到了鸡屎 嘿 大宝贝 真巧啊 哼 我们沙门氏一族生存能力就是强 早晚要成为世界一哥 向全世界输入我们沙门氏菌 蛋壳消杀不彻底 打鸡蛋的时候就被感染了 哎 行了行了 牛皮吹够了吗 我明明高温加热了 怎么还没把你杀死 嗯 杀死他们 要加热15分钟到30分钟 温度至少60度以上 所以把我完全做熟 是最保险的 你个死尖蛋 一天化怎么那么多 哼 你别想让我们鸡蛋背锅 哎呀 那我实在想吃溏心的咋办啊 买那种无菌蛋行吗 行个垂着 那也是智商税 所谓的无菌蛋不能做到完全无菌 还是煮熟吃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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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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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